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出门去上班啦 今天是星期五 令人非常雀跃的星期五 今天因为公司有活动 很多的停车位都被占了或是被保留起来了 所以我就选择打车来上班 比较保险一点 不用找停车位 今天是7月1号 一般上月初都会比较忙 今天又是星期五 所以我希望工作都可以按时完成 然后准时下班 今天我负责播报时事关心 所以我现在就在直播室这里写我的新闻稿 关心时事 事事关心 7月1号星期五 你好我是日婷 首先关注国内消息 刚刚结束会议 然后现在要准备明天节目的东西 这个就是明天轻松学英语的内容了 因为轻松学英语是有做脸书直播的嘛 那这些就是会放在脸书直播的TOWERPOINT 下班啦 o t c b